大廈長方看 頂部也是斜頂 有銀色的外殼 底部的腳也浮在地上 有些人形容它好像火箭 中環中央位置 樓高大約178米 一共52層 1973年落成的營火大廈 是本港手動摩天大樓 置地公司在1970年 以2億5千8萬投得 創當年地價最高紀錄 在1960年尾 香港政府實行了新一輪的 中區填海計劃 當時我們公司 希望利用這個契機 在全亞洲最高最先進的社樓 亦希望匯聚不同的知名公司 為了跨國企業 本地大型企業 提供一個好的辦公室場所 大廈是日裔建築師 目下一的作品 這位建築師主理的項目 還包括自地廣場 理工學院主校園等等 特點是富有動感和信用力 排列工整的圓形窗 是宜禍大廈的標誌 更加有立體感 做圓形窗是有它的好處 在結構的設計考慮 目下一先生進一步解釋 如果起樓 就像一支竹一樣 一層一層 如果在外面開孔 最好開圓孔 大家未必察覺得到 都能夠使用 保持堅韌性 事實上 儀果大廈的設計 是為了令寫字樓 更加靈活使用 是用了毛柱式的設計 主要是靠中間的核心桶 和四邊的結構場 支撐 所以如果在結構場上 開圓孔 在建築結構方面 是比較理想 大家未必察覺得到 大廈的外貌 原本鋪上白色紙皮石 直到八十年代初 改為鋁板 使用紙皮石 令外面的設計 靈活性亦大 紙皮石本身亦線水 亦相對容易把力 當乾掛鋁板這種技術 越來越成熟 可以應用在外面上 而外國生產的鋁板 尺寸亦相當大 可以配合到 公司決定將外面 全面升級為鋁板 看上去因為是銀色 亦反光 所以亦是一個比較摩登 亦不會落後 頂層傾斜的部分 內裡是兩層基電設備層 可以有效盡用空間之外 亦都符合當年的建築條例 在六十年代的時候 在建築條例裡 有一種叫做街影法 其實是為了令到 街道的日光照射和通風 是得到保障 簡單來說 就是街道中心畫一條斜線 76度的斜線 而建築物的高度 是不能夠超過這條斜線 不單是銀色大行 而見很多其他建築物 亦都在高層的地方 是有逐級逐級退後的情況 又或者成為了斜的藍面 基礎結構之柱 兩邊的線條 好像向中間收起 形成梯形的拱門 配合四面通透的落地玻璃 展現現代建築主義的簡約美學 在幾何的設計上 令到支撐可以更加輕盈一些 但同時 它也是支撐著整座大廈的 結構外廠的一些元素 所以在整個結構上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它將外廠的支撐 放在這幾個小腳上 就可以做到有一種 其實有點像香港的騎樓的空間 在大堂看出去外面的環境 看出去外面的廣場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外面的空間 和裡面的空間 好像有一個視覺上的連接 這個也是我覺得 在整個設計中 非常聰明的一個地方 現在大堂和早期設計的分別不大 主要以雲石砲砌 配搭大量不瘦鋼元素 又引入當時比較先進的現代化設備 例如高速升降機 冷氣系統等等 它的大堂 其實也是一個 在當時來說 也是一個很新穎的設計 它是一個雙層的設計 第二層的空間 其實就是連接了整個 行人田橋的網絡 所以它這個大堂 其實如果細心這樣想 它不純粹只是一個 只是服務建築物的一個大堂 一個Lift Lobby 其實它也是連接著 整個中環的一個 行人田橋網絡 和公共空間的一個地方 大廈在過去多年來 不斷保養翻身 包括增加保安、入閘系統 和陸餐廳等等 獲得六件橫平白金級認證 它就是一個很有歷史的建築物 很有象徵意義的建築物 中間透過不斷翻新這個建築物 去更新這個建築物 令到它的生命一直延續下去 我想在今天看起來 這個做法也是非常環保的做法 時至今天 租戶裡面的組合 銀行、律師樓、會計師樓、金融機構 的佔比達到80% 可以說是見證了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最好證明 快樂 作詞文字幕提供 作詞文字幕提供